哈囉 大家好 我是Rugin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三月最愛 那我們一樣就從美妝先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IPSA的泥狀角質按摩霜 這個按摩霜是之前合作Smoda的美妝盒拿到的按摩霜 但是在那一次合作之前其實我就有接觸過這個泥狀角質按摩霜了 然後就是因為我的臉是比較敏感性的肌膚嘛 然後又很乾 所以其實我很少在做去角質 通常我會在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那因為就是臉部出油狀況比較明顯 然後比較頻繁 我就覺得最近臉部狀況都有點摸起來粗粗的 然後我就出動這一瓶 然後一洗就覺得 哇 肌膚好舒服 我就是整個好像變很乾淨這樣 再來是這個我之前有寫文章分享過的 資深堂的去黑淨白的保養美容油 那它是精華油 就是那種油的保養品 我到現在其實一直都還有在用油的保養品 其實是因為我除了出油的部分之外 我的臉非常的乾 而且就是乾到就是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老 那因為直接擦油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油膩 擦在那個乳霜裡面 就是保養的最後步驟 然後再一起擦在臉部 因為我肌膚很乾嘛 像我這個冬天基本上 油已經是變成我的固定保養品了 就是以前可能是覺得乾的時候才會需要出動到油 尤其美國回來之後就可能是在美國就是真的是有乾到 然後就回來之後就是整個肌膚都變得很乾燥 所以其實我這三個月來試了很多種保養油 但是因為我臉真的太乾 所以其實像之前我分享過的玫瑰紫油跟絞砂 那個其實都比較適合一般乾性肌膚 或者是混合肌 就是它可能不太需要像我這樣這麼強烈的油脂保養 所以我之前就是有給絞砂跟玫瑰紫油 它們各三個禮拜的時間 就是嘗試就是加入我的保養部 但我發現那兩個對我來說都好像有點不夠 所以我後來就是 我不是有接到這個的合作嗎 我擦了這一瓶之後 我會覺得它的那個滋潤的效果比較久一點 然後我一直到隔天甚至上妝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都不會覺得肌膚有乾燥感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瓶我最近用起來 我覺得它沒有那種負擔的油感 但是它又有那個滋潤感 所以我很喜歡 接下來是這一瓶OLED的保濕霜 這一瓶保濕霜呢它通常有100克跟50克 那我通常都會直接買100克大罐的 然後它的價錢也不貴 這瓶保濕霜呢 其實從我在一開始寫部落格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過敏的時候都會擦這一瓶 那這一瓶保濕霜呢 它其實就是真的完全只有保濕的功能 那它是乳霜 但是它比它同系列的保濕乳液還要清爽 它的同系列的保濕乳液我反而覺得很黏密 那這個保濕霜呢 通常在我肌膚快要有一點點過敏的時候 就是有點可能發紅 那那個狀態沒有需要到看醫生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的保養非常的精簡化 這一瓶保濕霜呢 我推薦給我身邊非常多的敏感肌寶寶們 然後我用過朋友他們都非常的喜歡 那這一瓶保濕霜呢 它其實就是那種 呃...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裡面就是這樣白色的乳液狀 那它呢說是保濕霜 但是它其實我覺得不會很黏膩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聽到乳霜 就覺得好厚重 但其實並不會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它擦在手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這種很像乳液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清爽的 推開之後呢 你會覺得就是肌膚在臉上不會有一個黏膩的厚重感 然後就是摸起來是很清爽的 不會有那種...摸起來有殘留感這樣 所以這一瓶呢 從我接住它到現在 就算我常常要就是試用一些品牌的保養品 我都還是會留個一兩瓶在我身上當囤貨 這瓶我少說用掉一定有十罐 這個真的非常的好用 接下來是這個...這個是...巴黎萊雅的髮油 那這一瓶髮油呢 其實是我之前用那個玫瑰款的髮油用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用 但是又想試試看不一樣了 因為巴黎萊雅有出非常多 就是不同包裝的這種髮油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咖啡色的這一瓶 那我覺得這瓶咖啡色的髮油 比起同系列的那個玫瑰的粉紅色那一瓶來說 它的滋潤感更久 然後它的修復效果我覺得更好 因為玫瑰的那一瓶 就是隔天起床的時候 你會覺得頭髮打結的狀況就是一直都差不多 但是我換了這一瓶之後 我會覺得隔天早上起來 頭髮打結的狀況有比較少一點 所以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一瓶會比較適合 比如說我髮尾這種受損比較嚴重的髮質 可是粉紅色的玫瑰那瓶的香味 我比較喜歡 因為那瓶的香味就是 每個女生都會喜歡的那種淡淡的玫瑰香 但這個味道我覺得會有一點點老氣的感覺 接下來是這個 YSL最新的水粉底 那這瓶YSL的水粉底呢 是非常謝謝品牌他們送給我的公關品 因為我沒有提前收到通知 所以我那天去收包裹的時候 我想說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包裹 然後好大的YSL紙袋 就一打開發現是最新的這個水粉底 我覺得做美妝部落客最幸福的就是 不是你拿到最新的東西 而是你拿到那個東西 然後它是很適合你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幸福的地方 這一次我拿到這個水粉底阿 真的非常適合我的乾性肌膚 所以我很喜歡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的話 應該有看到就是我上傳那個試用的小短片 然後還有就是幫他拍很漂亮的照片 因為我以前有自己花錢買過 YSL的那個超模系列的粉底 可是超模粉底以後還被我轉賣給朋友 因為我用起來就是 它的光澤感非常的漂亮 真的有那個超模的光澤 可是我用起來就是會有一點乾燥 因為我的臉是比一般的乾性肌膚還要再乾的人 所以我用YSL的超模粉底液就是會比較乾燥 這一次的這個水粉底真的非常的水潤 而且我覺得推在手上有那個水珠是蠻有噱頭很有趣 可是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擦在臉上的效果 那我自己覺得擦在臉上的時候也真的是非常的有保濕度 它有那個超模的光澤感 然後又非常的保濕 它是一整天都還蠻吃妝的 那我自己是非常乾的乾性肌膚 我自己實際用起來我是非常喜歡這一瓶的 再來是這個3CE的液態唇彩 那這一支的顏色呢是有點偏紫色調的玫瑰色 其實我今天的嘴巴就是擦這個顏色啦 但我還是試在手上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顏色是這樣 很美吧 可以看到它的實際顏色跟它的平身色差其實不大 那它這個液態唇彩呢 擦起來是比較像絲絨的那種霧面效果 3月的時候3CE有一天突然就是有全球免運 所以我那天就一次買了兩支唇彩 那其實3CE的這支唇彩的顏色呢 跟我之前分享過Tarte這個小瓶的這個顏色很像 因為我這瓶用完了 然後一直有在想說想要再買一支 但是因為在台灣就是要買Sephora很麻煩 然後我就一直擱在那裡沒有買 結果誤打誤撞買到這支顏色跟它很像 因為我的嘴唇也是算蠻乾的 然後也是蠻長脫皮 但是我覺得它這支唇彩擦起來是不會因為你很乾燥脫皮 所以不好推開 然後它的這個刷頭很特別的是 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擦在嘴唇上的時候呢 它在那個邊角的時候會真的擦起來很像 3CE的model示範的那樣 會有點微霧霧的邊界 就是不會有那種像唇膏擦起來很銳利的那種邊角 然後所以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不會太銳利 接下來是這個蘭韻的可濕式化妝棉 可以看到這邊它就是可以濕成五片 然後敷在臉上 我除了卸妝會用化妝棉之外 我其實平常也會用這種可以濕式的化妝棉來做濕附 之前是用完三化妝棉 但我後來發現就是 蘭韻出的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價錢也不會很貴 常常也有第二件五折 我比較少在實體店面看到完三的化妝棉 所以我後來就是直接就是拿這個到處都有賣的蘭韻 跟完三比起來我覺得完三比較小張一點 然後它就是那種從邊邊就可以濕成五張 是那種很好濕的 那它這種濕開呢 就這樣薄薄一張 我平常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會濕這樣薄薄一張 然後噴那種保濕的化妝水或者是活泉水 然後輕輕擦過臉部 就當作早上的洗臉步驟 因為有時候我肌膚狀況比較乾的時候 我早上並不會洗臉 因為我在網路上搜尋那種可以濕成這麼多片的化妝棉 都只有看到完三的推薦比較多 然後我就想說欸我用到這個也不錯 就給你們另外一個選擇 可以去試試看 再來是這個 三月最愛一定少不了這個 我之前大推我還要帶去印度的 然後這已經是我用的第二包了 第二包也用完了 這個是要進入我的第三包 那這個我之前在印度的那個行李準備的那支影片 就有跟大家分享過它有多好用 然後呢這個是我回來台灣之後又開第二包 這個是我現在準備要賣入的第三包 然後呢它這個一包裡面會有漆片 然後它是保濕面膜 那時候我在加樂福看到的時候 它一包特價然後五十九還六十九塊 就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架上四包全部都掃回家 那我那時候也有看到它原價好像是兩百多吧 所以其實就算它原價我覺得很不貴 因為它裡面有漆片 你當作日常保養來用的話 比較不會心疼 那它這個呢用起來我覺得它的保濕CP值是蠻高的 因為它並不是那種很雞肋的保濕的面膜 因為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也有類似像那種高絲 不是有出盒裝 然後裡面有三十片還幾片那種美日面膜 然後都是薄薄的 那那一種我就會覺得它的保濕效果很差 因為它大概就是只有你敷的時候感覺到保濕度 你撕下來之後沒多久你就覺得感覺好像只是擦了那個化妝水的感覺 就是它的保濕度並沒有辦法那麼持久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它的保濕效果是蠻持久的 然後它裡面就是像這樣有沒有 白色的 然後呢它裡面的那個精華液啊 是我覺得蠻多但是不至於會低 美妝保養到這裡結束 接下來是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我最近呢在那個淘寶上面一次掃了很多這種基本款的耳環 那這種大圈圈呢就是非常必備的基本款 這種耳環呢就是日常都很多種穿搭都可以搭配 然後又很有氣勢 那我手上的就是這次買的所有的類似款 那除了銀色的大圈圈 我還有買金色的大圈圈 那它們是同款 那我還有買小一點的圈圈 然後也是金色銀色都一次包 那它這個大圈圈跟小圈圈的設計上面有點不一樣 它這個大圈圈呢是細細的細圈 那這個小圈圈可以看到它的設計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除此之外呢我還有入手這種菱形的 這種菱形的呢我覺得再戴起來的效果也很帥氣 再來是3月最後一天我到ONDES買了新的眼鏡 但其實脫大家的服務 我這個眼鏡是就是免費的 因為它有一個活動就是 你可以用Instagram上面的追蹤人數 然後除以2就可以直接抵現金 最高可以抵3,990 但是因為它的眼鏡其實大概也都是2,900 3,900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這支太陽眼鏡就是免費的 那在這邊我真的是要先謝謝大家追蹤我 然後讓我可以獲得這個眼鏡 那我這一次配的眼鏡呢是長這樣子的款式 蛤這樣好好笑喔 蛤這樣好像那個Snow不是會有這種特效 還是我這樣子拍影片好了好好笑 我這一次的框呢是挑這種 就是有點圓圓的 然後是細框的 其實是有點像墨綠色的框 但是它有點透透的 所以遠看也有點像咖啡色 所以我覺得它的框呢在視覺上看起來效果就不會太個性 戴起來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我現在這樣戴起來 因為我戴眼鏡我看不太到鏡頭 我那時候一個人在ONDACE上面跳出來 我就傳照片給我朋友看 結果我朋友居然說我戴起來像青色女教師 他我覺得好難過 那這個眼鏡呢非常的輕 所以我再配戴起來在家戴整天的話 鼻樑這邊也才不會就是有一個紅印子 那ONDACE的眼鏡呢我覺得其實CP值滿高 因為它的單價都不貴 安裝晶片的時間大概也只有20分鐘 所以我覺得其實CP值滿高的 然後它的盒子也很好看 它盒子是這種白色的 然後摸起來有一點滑布的感覺 那裡面呢是長這樣子 那它的盒子說不帶也不曉 我覺得出國的時候或是你需要帶出門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保護度的 再來是這個新買的Key的太陽眼鏡 那這支的型號叫Jzabel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 那這一支呢它是金色的霧面框 搭配有點像水墨色的鏡片 然後它鼻拖的部分是做這種可以調整的 所以像每個人這邊的高度不同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調整那個鼻拖 然後你配戴起來就比較適合自己的臉型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這種款式 一直很想買 那這一支呢是我上個月有跟大家分享 也是Key這個牌子的 然後這個呢是我原本要戴 結果我覺得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就把它讓給小蜜 所以小蜜去印度的時候就帶了這支新墨鏡 我這一支後來就直接給小蜜 它戴起來反正剛剛好 我戴起來整個就好像 林輝真的是蒼蠅耶 這支後來有出一個比較小的版型 就是for女生的 因為有些女生可能跟我一樣 臉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比較適合帶小一點 所以這個比較適合男生 那這一支呢 那這一支呢就是真的我超級喜歡的 我真的一收到的時候我就帶出門了 因為它的單價都不貴 所以它在國外其實賣得很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亞洲這邊有很多仿冒品 那我是在SOMETHING ME那個選品店買的 這間店是官方經銷的 所以你在這邊不會買到假貨 如果你怕買到假貨的話 你就直接在選品店裡面買就好 像這支在台灣的話就是季節限定款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手腳要快 接下來這個非常實用 就是小短襪 這個小黑襪呢 我一定要跟你們大推它 因為我之前就是其實 不管是在台灣路邊攤或淘寶 就是我買過很多這種小黑襪 但是我都發現就是很多黑襪都是可能太厚 不然就很容易爽掉 以前我都是直接在實體店裡面買 比如說薄牙 然後或者是那種路邊攤 淘寶呢我之前就是有買到那種很薄很爛的 然後真的很多真的是穿得很像只能穿一次的 那我這次買到這一家的襪子呢 我超級喜歡 是因為它後面有這個防滑膠條 所以不會滑掉 那它穿起來呢 就是又大概是比一般的短襪再短一點點 所以我比如說穿一些 口比較淺的鞋子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穿這個襪子 甚至是我平常穿球鞋 小白鞋等等 我也都是直接穿這個襪子 因為它的厚度又不會太薄 所以我覺得這個襪子就是 比較不挑鞋子 然後因為這個太好穿了 所以我回購的時候 就順便幫小米買了男襪 因為它的款式是一樣的 所以為了要區分我們的襪子 就是我幫他都買全灰色的 然後我是穿黑色的 那這兩雙襪子大家不要覺得噁心 它們都是全新的 所以拍影片的時候 我是拿全新的給你們看 你們不要覺得我很噁心 接下來是這個環保的金屬吸管 因為我很常就是在家裡喝東西啊 然後有時候帶妝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呃...唇膏沾到杯子很噁心 而且我想說就是 就不用再用塑膠吸管比較環保 然後這個吸管呢 我其實想買很久了 然後是剛好某天 知情在它的實體店面逛 我就委託他幫我一起買回來 那這個吸管呢 牌子是Milks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 我很喜歡這家吸管的原因是 它是斜切口的 所以就算你要喝手搖杯也沒有問題 就是也可以用這個吸管 然後我也有加購它的這個 就是羊毛刷 就是可以清潔到裡面 我是買金色的啊 一次買兩支 因為這樣想說我跟小蜜可以一人一個 再來是我最近很喜歡喝的這個 立頓的脆香奶茶 那它是奶綠 我從小就很喜歡喝奶綠 但是我其實並沒有很喜歡喝手搖茶 所以加上我住的地方 附近也沒有這種手搖店 所以我只能去超商買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超商喝到的 奶綠裡面我蠻喜歡的 但是它有個小缺點是 我覺得有點太甜 但是我覺得它加水喝就是 淡一點的話我覺得很好喝 就是我喜歡它的那個奶綠的味道 再來最後是 KUMI的新飼料 你看它拿起來它還蠻又轉頭 要放放在這裡耶 你看 那如果你們有看我Instagram就知道 就是我 之前前一包KUMI的飼料吃完之後 我就開始煮鮮食給它 我怕我準備的食材裡面 會沒有它需要的營養 我看網路上面很多人推薦說 就是還是可以配一點飼料一起吃 這樣它也才不會說 比如說之後你要給它吃飼料 它完全不吃飼料 因為不需要大量的吃飼料 所以我這一次買的是小包的 那我這一次就是買這個DOOG 的那個飼料 那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然後是之前我看到小米去寵物展的時候 它有拿那種小包的試吃包 然後它有分我一包 然後我有拿給KUMI吃 然後KUMI就蠻喜歡這個牌子的飼料 所以我就想說它既然它那麼喜歡 這次就買這個 反正小包也很貴 然後它這個味道非常的香 它就是吃過之後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決定買大包給它 像現在就在逼近我 然後一直在舔嘴巴 想吃喔 你看 KUMI 你想要嗎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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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舔嘴巴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3月最愛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放在這邊 那如果你們想要 你幹嘛 我講話很無聊嗎 那如果你們 那如果你們想看我日常在幹嘛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是粉絲團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